世界上著名的兩條河流 英國的泰晤士河 與德國的萊茵河 曾因為嚴重的工業污染 變成死河 萊茵河甚至被灌上 歐洲廁所的惡民 20世紀 英德政府下決心整治後 重現生機 鄰近台灣的南韓 首爾市中心的清溪川 也因為分流整治成功 被譽為清溪川奇蹟 在台灣 現在也出現了淡江奇蹟 根據環保署監測淡水河 今年的水質 是近30年來的最佳狀態 台北縣也成為全國25個縣市 河川整治的第一名 而河畔旁的人工濕地 與生態廊道 更讓淡水河重現生命力 積極轉型為生態大縣的台北縣 大手筆的 在寸土寸金的新版特區中 屁建萬平都會公園 而在台鐵 高鐵 雙結域完工後 台北縣更將邁向低毯城市之列 邁向國際化都會 許多大型都市開發計畫 也紛紛扶上檯面 包括大新版特區 超級浩世達計畫 新莊副都心 三鷹水岸都心 台北港特定區 淡水河口整體建設等 全力營造台灣未來的都會新興 工程使城市變大 但文化可以使城市變得偉大 無論是藝術 教育 社會福利措施 都是充實城市文化的 軟實力的重要基石 打造一個移居 向上的城市 還有哪些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今天節目中都將有深入探討 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向上的城市 我是主持人蔡世平 向上的城市你一定會覺得很好奇 難道有哪一個城市願意自己向下走嗎 沒有錯 每一個城市都希望自己能夠向上走 但是要向上難道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一個城市想要向上 他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他的資源夠不夠 他得到的資源有沒有做一個加倍的使用 同樣道理 誰在使用這些資源 主政者有沒有一個向上的決心 更重要一點是 這一個城市縣份裡面的每一份子 我們或者可以稱之為社群裡面的每一個人民吧 他們到底有沒有一個集體的 向上的進取心跟意志力 所以當我們提到向上的城市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牽涉到很多很多複雜的問題 今天我們就讓各位一起來看看 到底什麼樣的城市可以稱之為向上 向上的城市又該怎麼樣來努力呢 我們現場請到了三位來賓 先跟各位一一的介紹 第一位是全台灣最大的縣份的地方首長 縣長周錫瑋先生 你好 四平兄你好 大家好 考你一下 台北縣我們說它最大 人口現在多少 384萬7千人左右 384萬 我們這樣隨便一講 它幾乎就是台灣人口的 隨便的幾分之幾 六分之一左右 對 我們第二位跟各位介紹的是 大家平常也許都看到他在政論節目上 可是作為他的好朋友 我必須說 如果只是稱他為名嘴 那真的對他太不公平了 因為遠在將近30年前 他就是台灣對於環保生態 非常關注的一個人文工作者 楊鮮雯先生 鮮雯你好 四平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跟各位介紹的 他是一位教授 不過他透過文字 把風格美學這兩個字 現在被很多的地方執政 或者是很多的企業 都拿來追求一個目標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應該講他是風格美學的一位追求者 東武大學社會系的教授 劉維公 劉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 我們在說一個 向上的城市的時候 其實台北縣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 那就是台北縣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縣 它的資源非常的豐富 包括了地理的人文的資源 都很平衡 但是作為一個台北縣 它有一條河 那就是淡水河 淡水河的整治 一直都是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縣政府 其實相當頭疼 但是又很努力要完成的一個目標 最近這段時間 我常常聽到有人會跟我提到 有一個師弟 叫做鹿角溪人工師弟 我很好奇 這個鹿角溪人工師弟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一種人為努力的成果 政府扮演了什麼角色 那民間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們一起把這個話題 當作我們今天探討的第一個主軸 回到現場來 我很好奇地想要先請到縣長一個問題 治核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看待它 經過這幾年 你覺得有初步的成效嗎 我講兩個小故事很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馬總統那時候 還在做馬市長 他經常講說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有多少 那我一上縣長的時候 一看台北線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只有7% 然後第二個小故事就是 我經常到河岸邊去 因為我做審議員做立法委員都在台北線 那許多人就跟我講說 這個河為什麼這麼髒 那時候我就做縣長的時候 我在初選 我就跟小朋友拍了一個片子 小朋友就說我家前面有小河 我希望這個河裡面有魚能夠很乾淨 我們也看看所有國際的大城市 如果有一條大河 那就是寶藏 如果這條大河是乾淨的 那這個生活的品質全部不一樣 那所以我在想說 為什麼可以容忍這麼髒的一條河川 在我們的生活的周遭 然後每一個人都敬而遠之 為什麼不可以有河上有船可以走 河岸邊可以有很多的休閒運動的地方可以玩 然後河岸邊可以有清水的住宅 所以我下定決心要整治淡水河 最有趣的就是我聽到別人給我形容兩個字 第一個他罵我笨 第二個罵我傻 笨笨在哪裡 這麼大的一條河是愛河的三百倍 已經髒了這麼幾十年了 怎麼可能乾淨 第二個是傻 為什麼 你要做整治這個淡水河 你有四樣東西要整理 第一個你那個沙石廠要處理 第二個你污染的工廠要處理 第三個你家庭的污水要處理 第四個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整個的河岸 你必須要讓它很自然的方式來處理水 為什麼淡水河上有新電溪有大汗溪 新電溪上有一個翡翠水庫 大汗溪上有一個淵山燕 它其實把淡水河能夠淨化水的乾淨水 全部攔起來作為自來水 那所以你的水源就少了 我們過去的做法就是用污水下水道 接到污水處理場 放到處理完以後放到海裡 河裡沒水了 所以我們就想到 在河岸邊能夠做人工實地跟利堅 所以現在淡水河的水質 經過我們這四方面的努力 可以處理掉台北縣四分之一的家庭污水 那麼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300公頃的人工實地做起來之後 是鳥類 魚類跟人類的天堂 那裡的非常自然跟美麗 陸角溪之所以出名就是因為 所有人都不相信過去那是一個很髒亂 堆放垃圾的一個河岸 今天可以變成一個非常自然美麗的一個天堂 鳥類的天堂 魚類的天堂 那所以大家都說 陸角溪好美麗 陸角溪這個人工實地 竟然可以發揮這麼多的功能 其實給我們是一個很好的自然生態的教育 它花了多長時間 陸角溪 它只花了將近八個月的時間 八個月 對 就把所有的基礎工程做好 污水引進 而且它是有個坡度的 很漂亮 像那個梯田一樣的漂亮 然後裡面的鳥類大概已經有超過70種 所以你並沒有用太多的人工的方式 沒有 那完全用自然的方式 而且不需要用電 不需要去抽水 所有的家庭污水經過那裡之後 自然經過幾個池的高度 到排放到淡水河的時候 它已經是乾淨的水 先生 聽到這段陸角溪這個話題 你會不會有很多的感受 我是很感慨 因為我大概30年前開始 其實也從台北出發 一直走整個台灣 我比較喜歡走河 那我以前寫這本書的時候 這個是二十幾年前出的書 《走過傷心底》 我就用這個名字 走完以後就是走過傷心底 花表在聯合報 這個也可以倒過來 就是如果一直不改的話 就從傷心底走過 對 傷心底走過 那這個剛剛聽縣長講這一段 其實我滿感慨 我也寫過基隆河 也寫過淡水河 那也寫過那個曾經非常興盛的 大可坎西 大可坎西 就是後來底下就是大汗西 對 對 台灣經濟起來這個過程裡頭 這個環境一定是被放在最後一位 對 那我就是剛好在那個時代 開始去寫這些文章 所以就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寫 我大部分都是壞消息了 那寫到最後有一天 那個讀者文哉 他們在觀察台灣的時候 也觀察到河川的問題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我跟讀者文哉一個記者 我們一起完成一篇文章 你知道他那個文章 一開始怎麼寫 他說從延山換店 這麼漂亮的畫面走出來 走沒幾步路 有一條河川 然後他用英文講 It stinks 他好臭 那個對我來說打擊很大 然後我們就開始往上游走 那就是台北縣台北市 這整個問題都在那個地方就出來了 也就是需要 那時候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真的需要有官員 有做官的人知道說 其實這是我們過去不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追上去寫了一個以後 他已經進入了1個以後 然後我們要去多年 然後我們來再講 他們要再講